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日前 曼城中场伊基根杜检在采访中坛及昔日恩师高普 他表示上赛季曼城利亚利物普夺的英超冠军后 高普向其送上了祝福 上赛季英超收关站曼城主场3比2险胜阿士东维拉 伊基根杜检后被登场上演救世主帮助球队夺冠 伊基根杜检表示 高普在赛后晚上给我发了短信 跟我说恭喜并且附上了一颗爱心 我回复他 谢谢你 你们也创造了一个伟大的赛季 祝你在欧冠联决赛中好运 爱心 伊基根杜检表示球队在比赛结束后就进行了夺冠派对 沉浸在喜悦之中的伊基根杜检还是给高普回信 他表示 还有一些优先事项需要做 回复高普就是其中之一 伊基根杜检回忆到在多蒙特时期的过往 球员必须在训练前报告伤病情况 尽管我大腿有问题 但是我没有这么做 然后医生建议高普不要让我训练 高普下楼来道理疗区走进来问我发生了什么 我想训练也试图让他平静 他提高音量问我你是不是疯了 然后他关门离开 我第一次看他这样发怒 我也有点害怕 不久之后我在训练场看到他 他给我了拥抱 并且解释了为何他如此生气 因为他总是想要看到状态最好的我 这对于我们的关系是决定性的时刻 我今天肯定会成高普为我的朋友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观看